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因為我今天早上也有在那個 台北青少年 教育中心那邊演講過 那中間我有提到一些事 那種人言是其實 如果以客觀的角度來說 我還不能算是一個 什麼成功人士啊 我並不是Beth Ditto 不知道就是眾位知不知道Beth Ditto是誰 那Ditto是一個 歐洲的 歌手 然後她是一個大尺寸跟我一樣 胖的一個女生 然後最酷的事情是她 就是曾經在2009年還是2007年 引起了歐洲對於 史上大尺寸身材的一陣蜂巢 就是她帶起了一陣 大尺寸運動 同時她也是唯一敢跟老佛爺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老佛爺 就是那個你知道 就是Chanel總監 然後她總是穿著一身黑西裝 趕快戴一個墨鏡 跟她的貓這樣子 然後她是唯一一個敢跟老佛爺 對嗆的人 之前老佛爺不是說那個 就是評論那個Adele說 喔她是不錯啦 只是A little too fat 然後那個Beth Ditto 立刻嗆她說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老佛以前是很胖的 她是自己慢慢瘦下來 然後她就立刻嗆老佛爺說 蛤你怎麼憑什麼說別人啊 你自己以前不是還是胖的嗎 然後後來那個老佛爺就去跟那個Adele道歉 然後這件事情才解決這樣子 那其實她很厲害 但是然後我跟她長得很像 就是如果有人有機會去Google她的照片的話 就是但是我真的不是她 我並不是 我沒有來串場的嫌疑喔 沒有沒有 就是 就是 對 但是我並不是她 然後其實我現在 也還不能算是個成功人士 我都還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這樣子 那 但是 我個人認為 就是因為其實 自信的組成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客觀性的東西 就是 你對於自我能力的價值啊 然後 能力的判斷啊 然後 它其實是帶有某種客觀性的 但是我今天要 也不能說招給大家 應該是說 大家每次來問我 我最後很努力的想到的三件回答 可以回答給你們的東西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可以這麼有自信 就是它有三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是 而且是最重要的 就是自信是來自於自覺 就是 自覺是來自於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 我想大份的這個世界上的人 或多或少應該都有被世界傷害的經驗 特別是當你很年幼 然後 還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種事情 非常動物性的那個時候 就是相對你就會產生 蛤 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啊 這跟說好的不一樣 那種感覺 就是 這時候選擇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那有些人就選擇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就把它放到一邊 然後你知道就是 通常碰到這種事 爸爸媽媽也不會跟你講怎麼辦 就是 呃 甚至可能會揍你之類的 然後所以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呃 好吧我先把它放到旁邊好了 反正是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就 不要理他了 然後 去跟同學玩這樣子 那有些人就會特別看不開 例如說我 就是 就會覺得很生氣 然後就會 選擇憤怒這樣子 那我是選擇憤怒 那我甚至是不記得 我 多小就開始 感到這種 憤怒的情緒 可以說 憤怒充滿了我的童年 一直到我的青春期 然後 接著他開始轉變成 無奈的感覺 就是 因為你知道嘛 你跟你媽生氣 就假設你今天想要吃一個布丁 然後你跟你媽狂鬧 就說不管我就是要吃布丁 我就是要吃布丁 因為他頂多就是打你兩巴掌吧 如果他真的不想給你買的話 就是你 就是光是憤怒這件事情 他 嗯 沒有用 但是他會促使你去做很多事 就是 你會嘗試很多錯誤的事情 然後跌倒 然後跌倒以後 又站起來 然後再跌倒 然後之後 就是一直不斷反覆這個過程以後 你就會開始去想 為什麼 對 然後 開始想為什麼了以後呢 就是我才終於開始去 怎麼說呢 我其實還蠻笨的啦 我就是那種一直跌倒 跌倒到最後才去想為什麼的人 然後 呃 就是 像是 有一個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 在我國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 過度打扮 呃 那個過度打扮 我現在這樣算是很 很 很客氣的 就是 我現在真的算很客氣的 我跟你講 我以前是那種 呃 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是那種會畫眼影 然後已經畫得非常非常濃 可是畫到這邊這樣子 然後畫到眉毛之上 然後我還帶那種 超級誇張的假睫毛 就是那種羽毛型的啊 然後 金屬型的啊 然後就是一張開 就會整個全部都 把後面遮住 也不知道前面半個小時 Drag queen的類型 對對對對對 這個我們同志圈很多 對 然後就是 不知道前面在那邊畫沙小 因為其實全部都遮住了 哈哈哈哈 對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就底下眼妝完全被遮住這樣 我那時候就是 除了憤怒以外 我開始 怎麼說 那其實算某一種膽怯吧 我創造出了一張臉 然後 我躲在他後面 直到有一天 呃 我不能說這件事情是正確 或是不正確 可是那對我來說 是一種尋找自我的過程 然後 呃 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那樣做 只是 我現在真的老了 那個你知道 其實那種假睫毛很重 你再帶上去的台灣 夏天可以撐兩個小時 就很厲害了 對 然後 呃 對 然後我就這麼做了 他一直到我 呃 發現 我自己原本的臉 跟那一張臉 開始 就是 交界模糊的時候 開始我覺得 呃 我就算 不帶著那張臉 我也可以不哭的時候 我就發現 就是 我開始慢慢跟我的內在 是和平的了 這樣子 當然也不是完全和平 可是你知道就是 總是會有慢慢的 一點點的進步 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點是 就是 因為我是個表演工作者 所以 我如果無法讓我的身體 是很自在的被觀看的話 我很難工作 就是 相對的而言 我有很多 就是看我自己身體的機會 那 而且是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審視 而不是完全你 美醜潤 就要例如說 這時候你的身體 呃 長這樣子 然後 在導演裡面 導演 眼中他看起來 是什麼意義 然後他在故事裡面 有什麼 進展 就是有時候他是跳脫 美醜的問題 這樣子 我記得 我之前接了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他叫蔡承翰 就是《九叫五中》的導演 就是《危險心靈》的編劇 這樣子 那他最近拍了一個影展片 然後 那我只能說那個 那個妝真的是 就是我演他的 就是他的那個故事 就是在講 呃 詩格的愛情 就是不合格的愛情 也可以 也應該要 呃 應該說 理直氣壯的存在 那 呃我在裡面 他是用科幻的手法很有趣 就是我不太確定他會被上 限 限院片 因為 呃 他那個應該是十八鏡的 然後 然後 是個喜劇 事實上 然後是個科幻喜劇 我在裡面演一個女神棍 那 那個女神棍他的角色就是 呃 他 透過 去 裝神弄鬼 這樣講好了 裝神弄鬼也好 然後他去 分配到其他人 可以得到的食物 就是那是一個 充滿難民的世界 這樣子 那到最後 就是 然後我那一半邊的臉 全部貼滿了 我告訴你那密集恐懼神會看很害怕 就是 貼滿了眼睛 這樣子 然後一邊的臉全部貼滿眼睛 那最後一幕就是我在 河邊 把我的妝全部卸掉 然後 把一張臉全部都抹成黑色 就是 一邊黑色我就把它全部抹到另外一邊來 然後就是抹得很髒很髒很髒 然後你說那美嗎 不美啊 但是 就是 有意義嗎 這意義上美嗎 很美啊 就是一個我要放棄做這一切 而且 我不要再當神 我要回來當人 然後我要回家 然後看著遠方微笑這樣子 然後 呃 對 這就是我覺得 呃 表演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就算你對於自己 並沒有想要成為演員啊 也沒有想要幹嘛 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有機會 可以去參加一下表演的訓練 這個訓練 因為你知道 別人的工作方法 其實是很容易 檢視自己的方法 不管是身體或內心都可以 然後 是一個很好認識自己的方式 然後第三點就是 我真的沒有在care 在想什麼 就是 度過了 呃 狂暴的青春期 因為你知道我青春期很強 就是可能從我出生到我 到我接近 快要高中吧 高中 之後都有 然後 在一陣子我的身體 非常非常的糟 現在好一點了啦 然後就是我開始發現 其實沒有人 是可以真的讓我討厭我 自己的 就是所以說 除了我自己以外 就是 所以說什麼路人啊 什麼不認識的人啊 酸民啊 然後 認識了不熟的人啊 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都滾吧 然後 所以就是 對我來說啦 對我來說 所謂的社會給了枷鎖 這件事情 只要你不認同它 它就不存在 嗯 只要你不認同它 它就不存在 還要再長幾次 這這三點就是 為什麼我可以 這麼自在的原因 以及 我真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 呵呵 不過雖然我這麼經常 自自酷酷的 唠叨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喔 我上次生日的時候啊 有一個我不太熟的朋友 跑過來我的版面上留言 然後上面寫著 生日快樂見能量 汪777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 好像大家 大家就是 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這件事情 反正就是慢慢來吧 然後 呃你們應該也知道 洋將 你們知道洋將嗎 給我一點反應 然後精通英文跟法文 那他大概在5月25號的時候過世了 那你也知道他活了將近100多歲 就是他是105歲過世吧 我記得 那他說了一段話 然後讓我覺得其實差不多就是我想說的意思 其實他說的很唯美 他說在這物欲橫流的人世間 人生一世實在夠苦 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真的老實人吧 人家就利用你欺毀你 你稍有財德品貌 人家要嫉妒你排擠你 你大度退浪 人家要侵犯你損害你 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 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 你要和他人和平共存 你就要先跟他們周旋 然後還要時時吃虧 少年貪玩 青年迷戀愛情 壮年積極盈餘 成名成家 暮年自安於自欺欺人 我們曾經 然後他後面又寫了很多 可是我覺得 讓我覺得 無限於接近我剛剛講的話是 我們曾經如此 期盼 外界 就是給我們的認可 可是我們到最後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與他人毫無關係 對 我覺得這句話很有趣 世界是自己的 跟他人毫無關係 呃 我想這個 在一個105歲的人 眼裡是很能夠達到的啦 因為 就算是在嚴厲的人 對一個105歲老人 要他要求什麼 好像有點困難吧 就是 我想就算在什麼嚴厲的人 應該也願意原諒他啦 而我 我今年24歲 可能還有很多人會吵不起我 或者是 覺得 我這個人還有被教育的空間 那 30幾歲又更不用說了 可能就要彼此競爭啊 其實現在可能也在彼此競爭 就是 可能彼此破障水還沒開玩笑的啦 就是 但是我真的覺得 楊將剛剛講的那一支 世界是自己的這件事情 無限的 貼近我 剛剛想要講的那三點 就是 無論你在怎麼努力 身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也好 你在怎麼努力的 跟外在的壓迫去做鬥爭 最終最終 你還是要回歸到 你跟你自己寄生相處的和諧 你才有辦法 我不知道欸 雖然這樣講很噁心 可是就是 至少會快樂一點啦 自己的生活 就是 呃 我覺得標籤畫的思考呢 是非常阻礙彼此真正認識的 互相認識的一個方法 可是你知道嗎 大家都這麼喜歡 標籤畫別人的話 我今天決定要把一個mark 主動貼在我自己身上 然後也就是今天的主題 女官運動 就是 呃 要怎麼講 就是你們知道這什麼 女神啊 女女醜啊 妖女啊 或者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在各張雜誌報紙 或是網路上面聽到那一些 描性女性的 怎麼說 一個形容詞 就是 就是 事實上 他們都是被成為的 你剛剛 你應該不會自稱說 欸我今天我是個女神 還是我是個女仇 應該很少會有這種狀況吧 就是 通常就是在 這幾三個詞 或者是今天 有一個人出外遇 然後那個女的 就被大家稱為妖女之類的 呵呵 那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 他都是一種被成為的 怎麼說 形容好 形容詞 那 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 奇妙的事情 就是 呃 呃 或是啦 就是 你要被成為那個 吃著鹽酥雞的 女性健康寶寶 這樣子 不知道你們知道 那個李亞強最近又 出了一個驚人之語呢 呵呵 對然後 就是你都是被成為的 然後是被圈選的那一群 這樣子 那女性 女性一直在歷史上 不管從苦至今也好 或是在現在的生活上 都經常是那個被選擇的一方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讓我們自己主動的 想要成為 我們自己希望的樣子吧 就是 如果你覺得 你漂亮 但是你不屑被人家攻起來拜 你不屑當女性 你不想要被拿香當 來拜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 覺得你幽默 但你不認為你自己是女醜啊 為什麼我幽默 我就像是一個女醜啊 然後 如果你 也不覺得你自己惡意到 覺得你足以成為一個妖女 呃 而且你知道妖女好像還有一點漂亮 什麼的 然後 然後 就是好像女怪就無所謂吧 感覺女怪無所謂 感覺女怪無所謂對不對 然後 就是 只要你覺得你對父親感到憤怒 或是 以及你是一個怪胎這件事情 就歡迎你自稱為女怪 就是 呃 女怪 女怪就是女性的怪物 那雖然 你看看 側面 就每個人其實都有好多一種面相 就好多好多種 在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情境 甚至你人生不同的階段 其實都是多元 我覺得人就是多元的 但是 我們常常用我們現在這一秒鐘 甚至就是非常片面的 比如說我看汪琪講幾句話 就 她一定是怎樣怎樣的人 有沒有 或者是 你看某些人 你可能就會覺得 那就是你想像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今天 這個 呃 一系列的場次 其實可以希望讓大家看到說 所謂多元的力量 什麼叫多元的力量 其實就是 每個人身上都有 因為每個人就是多元的 那我覺得汪琪 今天 呃 來分享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是 希望讓大家去看到那個標籤 我們其實 甚至任何人都會 就是像我也會 我做心別運動那麼多年 我都還是 有時候就無意思的 就會把標籤貼在他身上 這樣子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但重點是 我們有沒有意識到 你應該也會吧 偶爾那個標籤 會 當然會 對 就比如說看到李亞全就覺得沒腦袋 這樣子 對 這也是一個標籤 這樣 對 所以當我們有意識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就有可能造成不一樣的改變 這樣子 嗯